山市奔腾如翼马 水流弯曲似惊蛇 在以形味道的山水之间 千字百态的野花 从绽放开始 就唤醒了荒野的生机 万树奇花 千谱药 在古人心目中 奇花是仙境中的花 是隐蔽于寂静山野的真奇之花 而一些能入药的真意奇花 至今留给人们的 是智而有趣灵的神秘花语 这里是巴掩喀拉山的荒野 在各司各亚山脚 这一滴滴青泉 从神秘的地方腾涌而出 日夜不息 这一汪圣洁的清泉 潺潺流淌 奔向远方 它是黄河之源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奔腾不及入海流的黄河 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万里征程 阿尼玛青山 是黄河园区最大的雪山 这片群山 积雪高插云霄 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阿尼玛青山 是昆仑山西的支脉 主封玛青港制 海拔6282米 黄河在这里大拐湾后 向西北流去 主封玛青港制 正处在大拐湾中心地带 仙巴家住在马沁县城 这位举止稳重的汉子 早年是在牧区生活的山里人 多年间 经过自己努力读书 走出大山 在县城成家立业 东周是仙巴的亲戚 这两天 仙巴要进山寻找药材 约东周做个伴 一起去爬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鲜巴在城里工作 依然没有放弃阅读的习惯 他是个热爱学习的人 平时只要有空 他就喜欢博览群书 每当触及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他就会做好笔记 同时写一些自己的感想和疑问 他就会做好笔记 他就会做好笔记 我会做好笔记 当然 我会做好笔记 才会做好笔记 鲜巴的家里 书柜上摆放着多种有关本草植物的书籍 从书本上获取本草植物的知识 是他的兴趣 而去自然界里认识本草植物 既是心愿 也是他一份执着的业余爱好 阿尼马青位于青海果洛州 马沁县西北部 在顽古生代第三季末 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 和青藏高原隆起 阿尼马青山在强烈的构造运动中 横空出世 其山体的岩石 除了有二叠祭 三叠祭沙岩 还有石灰祭地层与花岗岩 拔地而起的群山 高入云季 气势磅礴 雄伟壮丽 鲜巴要去的地方 就是雄力多姿的阿尼马青雪山 这片山野 十八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雪峰 突兀在茫茫苍苍苍的雪域高原 山上冰雪连绵 寒两兆人 四千米以上的山路 高山草垫 绿草如荫 鲜巴和东周 翻过几重山岗 穿过一片又一片高山草垫 已经是日照强烈的正午 这个时辰 他俩将随身携带的牛肉干巴取出来 简单地应付一下 补充爬山而消耗的体力 阿尼马青山区 现代冰川发育良好 大小冰川有五十七条 面积约一百五十平方公里 在雪山的东北坡 哈龙冰川长达七点七公里 是黄河流域最长最大的冰川 这里水资源丰富 冰川溶水分别汇入黄河之流 鲜巴和东周 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 终于靠雪山越来越近了 其他復兹沙 这些遍地营野的黄花和雪山在一起 沐浴风雨应季而生 人们称其为矮金莲花 矮金莲花藏药名为麦朵色青 它的叶子贴地而生 呈青绿色 金如黑戒金 花为黄色 花的形态如藏金斩 种子壮如甘露珠 这些黄澄澄的矮金莲 在雪山溶水和雨水的轮流滋润下 如袖似锦坠满山坡 艳而不俗 利而不昧 矮金莲分布于中国四川 西藏 青海 甘肃等地 生于海拔两千至五千六百米之间的山地草坡 藏药名著《金珠本草》记载说 矮金莲花功能主治 清热解毒消炎止血 致食物中毒 窗街臃肿 外商溃烂 你要不要再寄了 你可能要扔一瓶吧 要扔一瓶瓶吧 我才能扔一瓶 我可能要扔一瓶 都是那边 你一直打扔一瓶吧 你弄得是 我弄得弄得 太好了 阿尼玛青雪山脚下 由于夏季雨量充沛 水草丰盛 草滩和溪流交织 水塘和雪山倒影 灰映回响 仙巴和东周继续赶路 他俩准备去阿尼玛青山的西南坡 或许在那里能遇见更多奇特的花草 气候多变的山野 时而天高云淡 时而阴雨绵绵 风吹猛烈 仙巴和东周走过的地方 大都在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 海拔较高的山路 分布的植被 主要以沼泽花草垫和高山高寒草地为主 而在高寒草地丛中 时不时绽放着 丰丰丰丛促促一些丰丰丰的野花 在阿尼玛青山西南坡的草地上 仙巴和东周 看到了一片片美丽的紫碗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种紫婉花是藏药菊科紫婉鼠的一种品种 紫婉品种较多 本品的药用部位为菊科植物虫冠紫婉 圆毛紫婉 颠葬紫婉等多种植物的干燥状花絮 紫婉具有清热解毒 症咳去痰的功效 临床上用于止咳化痰 流行性感冒 气管炎等病症 青藏高原是藏料的主要产地 复杂而独特的自然地貌 变化多端的气候条件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群 其中药用植物品种多达近三千种 在阿尼玛青山这片山地 野生药用植物也不乏珍稀品种 如果她 Savior她起来 词划在关于三千种 丰富多词 黄老贞 许多生 彷辞了 另一点 绘律 织出品 文化 词 沙狗 иль典 под medal 他 03 Matt 静 路 金莲花鼠有25种植物 生长在不同地域的金莲花 其药用属性也略有不同 紫婉花也有不同的种类 藏药紫婉在月王药枕 四部伊典等藏医药名著中均有记载 药用植物被世人认知和利用 非一日之寒就能实现 只有在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历经数千年的积累 它们才得以实现其药用价值 寒来熟往 像鲜巴一样热爱自然 奔走于山间野岭的人们 以最朴实的采集生活 才得以让药用植物 在传承中焕发的魅力 更古芬芳 这条奔腾不息的江流 是大渡河 大渡河是敏江的最大支流 也是长江的二级支流 他趟过川岐高原 穿越横断山脉 一路上视而桀骜不驯 视而幽静秀美 摩港岭村 是大渡河流域的一个小山村 这里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 从摩港岭一眼望去 镶嵌在天边的贡嘎雪山 在显崖绝壁之间 若断若连 疏密有致 贡嘎群山 地质构造活动频繁 亿万年的构造运动 在这里产生了许多褶皱和断裂 随着山体的胎生 河流东西两坡 形成落差近五千米的峡谷 在这片高山峡谷之间 雪山融化的冰水 汇集了不少的小河和溪流 它们从摩港岭脚下 蜿蜒流淌 汇入了大渡河 黄小燕和黄小兰 是一对堂姐妹 她们是摩港岭村 遗族人家的孩子 黄小燕今年十一岁 上小学四年级 黄小兰十四岁 今年上初二 七月学校已经放了假 这个季节正是采摘 拱嘎雪菊的好时机 一般的新鲜雪菊 每五十克就能卖到二三十块钱 好一些的能卖到五六十 所以姐妹俩在暑假 都约在一起爬山踩雪菊 挣零花钱来用 这片深山幽谷 海拔高度差距很大 从几百米到四千多米 都有不同的植物群落分布 充沛的降水量 也是这里运藏丰富的野生药材资源 两姐妹采摘的供嘎雪菊是一年生草本 雪菊是药食两用的植物 品种较多 供嘎雪菊是雪菊的一个品种 它一般生长在海拔两千至四千五百米的山坡草丛之间上 姐妹俩从小跟着家里人采药 对雪菊的生长环境很熟悉 他们也知道 那片山坡上的雪菊多比较豪彩 供嘎山是横断山脉中的极高山 复杂的植物屈息 种类繁多 独特的地貌和完整的生态环境 是科学工作者研究地理学和生物学的理想基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供嘎雪菊生长在峡谷高山地带 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山坡草垫 这些稀有的野生菊类 具有清热解毒 生经止渴 改善睡眠 节酒 促进消化系统循环 降血糖和血脂等功效 采雪菊并不需要很复杂的辨认技巧 也不需要专门的工具 在山坡上 供嘎雪菊 随手一摘就是一朵 如果想多摘一些 就需要多花些时间 为了遇见更多的雪菊 姐妹俩开始向更远的山坡爬去 这里的高山草垫是天然牧场 一路上经常会有放牧人家和牛羊的身影 所以两姐妹心里没有丝毫畏惧 来到雪山脚下 姐妹俩又兴奋了起来 这里随处可见 大的 小的 石头底下的 山坡上的 哪里都能发现雪菊 妹妹黄小燕活泼俊秀 调皮可爱 姐姐黄小兰 含羞带笑 伶俐乖巧 两个精力充沛的孩子 在这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上 有着耗不尽的快乐和天真烂漫的情趣 姐妹俩经常在漫山的花海中 流连忘返 嬉戏打闹 忘记了采雪菊 毕竟是十几岁的孩子 正值青春年少 他们在雪山下 花草丛中 湖泊边 尽情地撒野 有时候也躺在花丛中 蓝蓝地晒太阳 说着姐妹间的悄悄话 想要更多的雪菊 就必须到更远 更艰险的地方 姐妹俩知道一处叫红石滩的地方 那里人迹罕至 雪菊较多 红石滩是一处雪山溶水冲出来的浅浅峡谷 有近百米宽的河谷 红石密布 这里的石头 无论大小 都附着一层红色的矿物质 呈艳丽的铁锈红 人们称其红石滩 还没到达红石滩 小燕和小兰要过一条独木桥 由于河水湍急 妹妹不敢过去 姐姐也害怕 但是她鼓起勇气 慢慢走过了独木桥 没办法 妹妹只好在原地等姐姐回来 在阳光之下 峡谷里的石头 在溪流间 河床上耀眼夺目 好 investing次努力 山东 Sho利的石头 国家内外头 都是极其 Ib je冠水 我也怕他爹不到 泰 Jack辰 鬼七일 小兰在红石滩发现了不少雪区 采完之后 她沿着来时的路返回 妹妹小燕一个人还在原地守候 回到妹妹身旁 小兰和妹妹分享自己去红石滩的收获 小兰和小燕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忙碌了一上午 她俩开始下山了 无忧无虑的时光总是美好的 虽然两姐妹以后会面临人生的很多境遇 但是现在的她们脸上所洋溢的笑容 如同雪山下盛开的花儿一样 纯真而美好 小燕的妈妈在家正忙碌着家务 看见小燕和姐姐小兰安全下山回来了 她心里踏实多了 雪橘踩回来之后 先要在屋里阴干 然后放在太阳下晒干 这样处理之后的雪橘 就可以直接泡茶喝了 供嘎雪橘 按当地人习惯 每次弄上几朵 用90摄氏度沸水冲泡即可饮用 雪橘茶泡出来后是一种淡淡的黄色 喝起来有一种微微的甜味 非常可口 小燕的妈妈做了一桌饭菜 要请小兰的父母一道吃晚餐 转花冠火 功词 第二天 小燕和小兰 带上采回来的贡嘎雪菊 来到了摩西镇 嗯 没错 拆了几天了 一天 一天拆了 好 好 好 给你们四二块 一人四二块 来 我给你们拿钱 等一下 来 妹妹的 谢谢 你呢 谢谢 不用谢 下次再到油 我拿过来 拜拜 拜拜 我好来不要 好 拜拜 雄魂与苍凉的大山 威夷起伏 云雾笼罩 山 依然美不胜收 人们的生活 依然继续 两姐妹的这一趟 山间奔走 是一次愉快的暑假 劳动 至少 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 这种锻炼 给他们留下来的 是一份深刻 而纯净的记忆 梦汉纜的地方 是一次愉快的暑假 我们终于一顶 最后一会儿 在这个暑假 也在《青少年时期》 我们的暑假 我们的暑假 这次愉快的暑假 我再来 我们下来 是一个勃勃的季节 厄尔古纳河在夏日的风中泛起微波 迎接每一个日出日落 海一般辽阔的呼伦湖 迎来了候鸟的盛大聚会 草原上夏季纳达牧如其举行 博客勇士们两出了拿手的摔跤绝火 御马健将在马背上一展雄资 上万匹马儿在草原自由奔腾着 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聚氛围中 从这里往北一百公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东北部 草原森林和山地在这里完美融合 从高空俯瞰宛如巨大的盆景 恩和俄罗斯祖民族乡就坐落在这片 翁郁苍茫的美景之中 阿乌尔河从村旁蜿蜒流过 布满全村的俄氏木屋 穆克勒 彰显着这里浓郁的地域特色 果俊军 恩和乡俄罗斯祖中的一员 他身上流淌的 依然是俄罗斯祖强悍的血液 人到中年 他还是喜欢与马为伴 享受在马背上驰骋的潇洒和惬意 郭俊军有个十分汉族的小名 铁柱 近些年恩和大理开发旅游 铁柱与妻子惠玲一起 在恩和村经营着一家民宿 正值暑期忘记 在城里独卫下的儿子 果浩也回家帮忙 三口人忙着 用俄罗斯祖美食款待客人 我们都学会了三句半了 我们都学会了三句半了 暴暴暴暴暴四句 也是三句半了 七月 草原上各种鲜花盛开 碧草青天 云卷云书 草原到了最美的季节 一种美丽的植物 正在草原上尽情地绽放 用明媚的金黄 给绿色注入了鲜活的灵魂 这种美丽的花 就是金莲花 这里的金莲花 和青藏高原上的矮金莲 品种不同 每年的这个季节 当地村民都会纷纷采摘 铁柱一家也约好了帮手 准备出发进山 铁柱一家 来到一处开阔的山间草坡 这里大片的金莲花 开得正盛 金莲花已花入药 涂手采摘即可 据钢木石仪记载 金莲花致口疮肿 腐热牙萱 耳疼 目痛 明目 解蓝胀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金莲花对扁桃体盐 咽咽 急性中耳炎等症 有疗效 七月的草原正值酷暑 草原上各种蚊虫肆虐 所有人都要穿厚厚的户外服装 每个人都是一身大汗 然而少年的顽皮 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你吃啥呢 上头 我最受到的 妈妈妈 给你唱好玩的 花 戴耳朵上啊 太像样了 谢谢宝贝 先女诞生 都会说话 经过两个小时的采摘 一家人采了满满的几大桶金莲花 幸福的笑容 洋溢在所有人的脸上 将采摘回来的金莲花 摊开至于阴凉处 让草原干燥的风 带走花中的水分 以便保存 阴干后的金莲花 每次去几朵 以温水冲泡 金色的花朵 在水中上下翻滚 给隐查者带来 视觉与嗅觉的 双重享受 金莲花泡水 能销火降暑 保护咽喉 的确是居家保健 和日常待客的家贫 像很多北方男人一样 铁柱不善于 与儿子果浩交流 果浩难得回一次家 做父亲的 当然要努力创造 父子相处的机会 夏日的云 鬼缺多变 不一会儿就晴转龙音 轰鸣着扑向大地 这雨水却在无意中 催生出一种独特的草本植物 它正在草原上 等待有缘人 这两天客人要斩龙剑 那个棕草药啊 你看看你有没有空 得我搞点啊 我找不到那个地方 在什么位置长 我怎么找不上呢 在这阴沟里头 沟边去 师傅地方 你就非常心 骑着马骨踩点 行行行 铁柱口中的斩龙剑 是一种草药 经常有住客 会委托当地人 进山采鞋 马永坤 汉族 精通养马育马之术 在恩和尊头 开设了跑马场 经常带游客骑马 在山间草原往返 因此比较熟悉 附近的植物分布 第二天一大早 马永坤约上朋友 张红军 两人迎着陈雾 骑马进山 斩龙剑 为悬申科植物轮叶 婆婆娜的泉草 多生于山沟林间 两人熟知草原植物分布 在沟畔发现了一大片斩龙剑 这会儿斩龙剑多 咱们在这下马吧 在这猜吧 为什么叫斩龙剑呢 斩龙剑能治蛇毒 这个功效非常的好 消炎 治这个关节炎 微风湿 效果特别好 为了保护草原生态 两人并不挖根 只用剪刀剪下筋部即可 这片斩龙剑比较集中 不一会儿 两人就踩了两大筐 看看时间还早 两人向山头攀爬 寻找其他药材 哎呀 这家这么多车签子啊 踩点这个吧 老人都是使他包包的 整菜船的 这个是好东西 这个真的正好是大季节 今天来的收获不小 车前草主要以种子入药 胃肝性寒 有清热利尿 清肝明目等疗效 老人长期服用 有利于改善 泌尿系统疾病 增进视力 迎着朝阳 两人继续向面前的山头寻觅 山坡上生长着大片 紫色花朵的低爱植物 这是一位内蒙古典型中药材 黄芹 黄芹一般以根入药 胃苦 性寒 有清热造湿 泄火解毒 止血安胎等功效 当地人不挖根 只取其经验 饮干后泡水 日常带茶饮 起到消炎保健作用 这个也是泡水河啊 这个泡水啊 这个根泡水 羊也能泡水啊 这败火消炎啊 这个河配点什么河 效果更好呢 金莲花 最好是带花这个 金莲花不黄的吗 它是蓝花 把它晾干了 应该晚和剪成段 跟金莲花一起 配金莲花喝啊 对啊 还好看 当地人习惯将黄芹剪断 阴干后与金莲花 一同泡水 口感更加清香 赏心悦目的同时 保健效果更佳 采回来的斩龙剑 至于阴凉处自然风干 再斩成小段 用养生壶煮沸 即可饮用 北方常用中草药手册记载 斩龙剑 驱风除湿 解毒止痛 致风湿性腰腿痛 肌肉痛 感冒 创伤出血 及各种毒虫咬伤 在恩河当地 斩龙剑还有一种 更加流行的服用方式 大铁锅中放入足量的 斩龙剑和水 以大火煮开 待锅中汤色浓郁 即可将斩龙剑捞出 再以小火慢熬 边熬边嚼 经过长时间的熬煮 汤水形成膏状 一锅斩龙剑 也只能熬出一碗的药膏 得来不易的斩龙剑药膏 当然要留下一些 给自己最爱的人 儿子 妈妈的这个神药熬好了 你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我尝尝 大自然赋予我们的 熬好的药膏可以长期存放 每次服用 取一勺以温水冲泡 苦味中更有回甘 是日常保健 趋病健身的佳品 恩和当地俄罗斯组 经常组织家庭聚会 这天晚上 铁柱一家准备了丰盛的 俄罗斯组晚宴 邀请村里的长辈亲朋 一起欢聚 作为能歌善舞的民族 喜间当然少不了歌舞祝幸 金莲花茶的香气 伴随着欢声笑语 飘满了整个院子 在这片丰饶的草原 人们以淳朴的智慧 巧取自然厚礼 发掘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路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